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刘昭新 刘简您好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雍军与包扬纪念处处长李陆伟 李处长您好 欢迎三位的到来 近年来 英烈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全社会尊崇英雄的氛围日益浓厚 从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出台实施 到文化和旅游部部署查处筹划恶搞英烈等违法违规经营问题 再到多地检察机关针对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等问题提起公益诉讼 以法为盾捍卫英烈名誉荣誉 以往为媒传播英烈精神事迹 已成为新时代尊崇英雄包扬英烈的坚强保障 请问赵连长您如何看待近年来的这些变化 习主席深刻指出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崇尚英雄 尊重英烈 依法保护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 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鲜明的价值导向 回顾中华民族的浴血奋进时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前辈 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 挽救了民族危难 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榜样 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圆圈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 对英雄的崇敬 爱戴都不应该流逝 任何侮辱英雄 诋毁英雄的恶行 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任何身向英雄的黑手都终将被斩断 是的 守护英雄不仅是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坐标 更是保护民族情感和社会信仰的应有之意 近年来 我国也不断完善保护英雄的相关立法 请问刘简 具体有哪些法律规定 近年来 英雄保护政策法规不断健全 2014年8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设立类似纪念日的决定 将9月30日设为类似纪念 2017年3月15日 由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整治第185条明确规定 以侮辱 毁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类似等的 姓名 肖像 名誉 云语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名单承担民事者 2018年 中华民共和国英雄类似保护法的帮助 为捍卫英雷增严和英雷精神提供了有利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 为英雷保护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请问李处长 如何才能更好发挥法律的指引和规制作用 法律法规出台后 更重要在于实施 做到有法必依 自法必言 违法必究 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指引和规制作用 应当依法压实责任主体 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履行法定责任 再开展英雄烈士抚恤 规划建设纪念设施 加强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传教育 依法监督管理有关网络信息等方面 充分发挥指引作用 构建王山的英雄烈士保护管理体系 此外 还可以通过典型案例 对公众进行普法教育 向保护英雄烈士的法律精神 进一步深入人心 引导公众侵袭认知 解读英烈行为的法律承认 促使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 尊重英烈的价值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实施已有四周年 请问赵连长 您对此作何评价 请问刘简 检查机关在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等方面 做出了哪些努力 近年来 广州军地检查机关 凝聚保护英雄的法律合力 办理了一系列英雄保护案件 例如海军广州内施林园 英雄设施保护行政根据输上 偏谋涉嫌寻衅知识罪 刑事不带民事根据输上 刘某侮辱英雄内施 名誉 名誉 刑事不带民事根据输上 等案件 充分展现了检查机关 保护英雄真言和名誉的坚定决心 和决决行动 特别是2021年 委员联合台山市人民检查院 联办的都受保护 机造山散障内施墓行政根据输上 军地组成联合犯案组 通过实地勘察 受钱磋商 援助会议方式 历时一年多时间 全方位推动内施墓修缮根据输实 案件成功入选广东省 退役军事务部指示要求 将捍卫英雁名誉 荣誉和合法权益 摆在重要位置 2019年以来 广东省退役军事务厅 联合广东省检查院 开展了烈士经验设施 保护管理检查 联合广东省退役军事检查院 开展了 蛇部队 烈士经验设施 保护管理工作的检查 广东省退役军事务部门 联合开展的 机造山散障烈士墓 保护行政公益输送案 入选最高检 红色革命资源 保护检查公益输送 典型案例 是检查栏 携手 国防律 守护英雁的典型案例 广州军事检查院 和茂名市电白区检查院 作为全国首例军地检查机关 联合召开 侵害英雁名誉 荣誉 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输送案听证会等 侵害英雁的违法行为 得到及时有效自责 用公益输送自动 捍卫英雁荣光 如何更好维护 英雄烈士的尊严和合法权益 请问三位嘉宾有何建议 我认为英雁保护 并不单止是 烈士亲属的家事 它更是全社会 应予于高度共识的国士 每一名普通的公民 都应主动进化舆论空气 让那些炒作 否定 侮辱英雄烈士的人和事 如过街老鼠 无数藏身 既受到法律的严惩 又受到道义的谴责 和道德的审判 军地检察机关将生路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生化协作 阻盾作为 并且配合 持续做好英雁保护工作 加大红色资源保护 更衣输士宣传力度 提升对英雁纪念设施 保护意识 推动形成 真诚英雁 捍卫英雁 学习英雁的良好风味 广东省推进事务部门 也将持续深入 观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劣势包养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纪念缅怀英雄烈士 光心关爱烈士遗属 大力弘扬英烈精神 在全社会 凝聚缅怀革命先烈 铭记光辉党史 砥砺奋勇全金的精神力量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强军征途在前 以法之名 更好守护英雄 凝聚关爱军人 尊崇军人的社会共识 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下期节目再见